而说到道交路况 现在如果没有礼让行人 可能是要被开罚的 从三月起 基隆就开始严格执法 契机车如果没有礼让行人 先行就会直接开罚 而且网友因为没礼让行人 果真被裁罚了 但他在网络上就po文抱怨了 说这行人离他明明还有一段距离 他觉得自己明明就有礼让 爸爸抓到了 想要抢快跑在行人前面 省那么一点时间 现在要吃罚单了吧 像这样不让行人先走的 交通违规行为 在三月的第一天 通通被抓出来 基隆从三月开始进行全面执法 契机车只要行进路口 不理让行人就会直接开罚 只是到底要距离多远才OK 似乎也引发争议 上个月25号 有位网友行进仁爱区仁一路 与爱三路口时 因为没有礼让行人遭到裁罚 他事后上网澄清 坚持自己有礼让 生气的痛批 这是抢钱 也就是说前方有行人在过马路 汽机车就必须和对方相隔三公尺 或是三个 折磨文的距离不然就是违规 如果民众对警方执法有异议 可以第一时间反应 远景都有录影存证 能够立即解决疑虑 基隆市还没有到说 整个绿灯都走完了 一台车都不能过 可能还是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 因为我们是以人为本的 一个交通政策 多等个几秒钟 不只确保彼此安全 也能让台湾早点洗刷 行人地狱的污名 记者赵宏轩黄运吉隆报导